哈囉大家好 我是Elly 今天我們在Le Monde 鞍鞍鞍鞍 這地方其實在馬來鞍鞍鞍 就是農業大學是只要15分鐘的車程 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我今天帶捷克到這附近逛逛 主要是因為我上次跟我朋友來 我發現這裡除了這個商場之外 附近還有很多市集 像這種商場基本上在住宅區中間 所以這附近也還蠻多人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會去商場逛逛 The Monde的一樓是Groupman Market 它是Le Monde Group旗下的超市 我覺得最大的特色是 他們會為顧客挑選好的食材 員工也非常親淺 對於外國人的我來說 是非常好練習泰文的地方 這裡的裝潢讓你逛起來很舒服 而且價格也不會太貴 有時候還會有特價喔 跟Big C和Tesco Lotus比較起來 這裡會有比較多進口商品 許多住在曼谷的外國人 都會選擇到這邊買國外進口的食材 我現在來買國外進口食材 我是有貴金 我吃了三顆 我吃了三顆 你什麼東西 我吃了一個 你不吃了嗎 我吃了一個 你吃了一個 我吃了一個 你吃了一個 我吃了三顆 我吃了一個 很麻煩 L'emont & Wongwan 是 The Mo Group旗下的商場 是泰國兩大百貨集團之一 另外一個集團 就是 Central Group 跟L'emont & Wongwan 相同等級的商場相似 都是蠻頂級的商場 所以商場裡的商品都是由品牌保證的 接下來我們會到Fook Hall 所以大家去看一下它的Mobile 還有Digital的area 在住家附近若是有一間商場 最大好處就是電信公司跟銀行 關門時間也會比外面的店更長 下班之後再來辦事都可以喔 很多經典 這邊的價格都還蠻統一的 泰國早期的經鋪是在中國城 而現在是在華人的聚集地 這裡有很多餐廳 然後有泰國當地的還有外國的連鎖店 一層都會有美食 然後最棒的是這裡還有很多米其林連鎖店喔 嗨 松山 我們現在在美食區 要吃泰國非常傳統的龜條了啦 什麼呢? 西藍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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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今天要的午餐 伊藍牙 西藍牙 東南た兒 outta acknowled 西藍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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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妳要要 西藍牙 CBD 腎豆腐 它會有點紅紅的 他因為加了 有一點像是豆腐乳的醬 vector 蒜牙 南鮭 清湯 餐廉就是小條的麵 餐廳 餐廳就是比較寬的麵 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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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芭蜜 芭蜜? 對 你還沒拿來嗎? 拿一隻蜜蜜 拿一隻蜜蜜 意思是像這個樣子 現在是約三隻蜜 我不是要吃蜜蜜 這個... OK 這個 這個 你先吃三隻 不是 會不太好 真的 好吃 要吃蜜蜜 好吃 吃蜜蜜 好嗎 好嗎 咳 好吃 像茶葡萄 嗨 這個叫做南董 天氣有加鞋的 就是豬鞋 在裡面 可能會覺得有點恐怖 但是還蠻好吃的 這是你賣的 這個樣子 你必須做這個 然後很高 美食廣場這一層呢 其實我覺得也還蠻多不錯的東西 因為這裡很大 所以我前面啊 這裡就可以看到 店員就在這裡樓上 然後我後面就是游泳池 有點那種戶外汽水池那種感覺 這一層還有一些賣手機的啊 還有銀行 感覺就是有這個mall之後 就是覺得生活非常便利 等一下呢 我們會去外面看一下 好的 那我現在在 the mall number one 跟對面的商場 到grand plaza的中間 這裡有個天橋 然後它可以連接兩個商場 在grand plaza的同一邊呢 還有另外一個商場叫pentyp 在遠方 在那邊 在那邊 所以我覺得這附近的精人還不錯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去灌外面的市集 又賣一些蔬果啊 還有一些小吃之類的 我們等一下去看一下 走吧 這個市場呢 這個市場呢 是白天的市場 它從早上一直到傍晚都有開 所以在這邊的市場 你就可以買到很多當地假的食物 走吧去看一下 剛走沒幾步路後面有一間經店 如果你的住宅區附近有很多像這類的經店的話 它通常華人會蠻多的 有一個pentypla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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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對面 然後大家如果要去pentyplaza的話呢 這邊有一個天橋 還蠻近的 我們走從那裡 不遠 這個pentyplaza有兩間 一間是在pattunam 就是閃門市場 然後還有一間是在第一間 通常呢 它是在賣3G用品 所以大家如果需要3G用品 坐在這附近也可以去這裡面買 Cini area for Lotto 那我旁邊這一條路呢 其實就是 Namuwan路 有點像是鎚鎚鎚這麼長 我們在圈下道遠比起來有多長 這邊的交通主要就是公共車跟Lotto 喔 還有 往前看看還有什麼東西 因為它很大的感覺 我覺得它蠻長的 走吧 拜拜 來 Nobo 我們去看看 OK 好 大家我們先到了一個全新的售貌公司 在我後面就是NuNoMo的全新項目 NuNoMo NoMo NoMo 其實NuNoMo在泰國非常有名喔 它是十大地產集團之一 在去年有一個非常轟動的新聞 就是 BTS入股到NuNoMo集團 然後成為他們NuNoMo集團的三大股東之一 他們會這麼受歡迎呢 主要是他們的項目位置都十分優越 而且大多數啊都是沿著地鐵線蓋的 之前他們在盆棋有一個項目叫NuNoMo盆棋 它是它主扑V的黃金地段 B1系列還蠻受歡迎的喔 所以我們進去看一下這個Nu系列是怎麼樣嗎 走吧 我們之前在這裡 有一個很小的地圖 我們之前在這裡 這裡是NCAN SKYTAN SKYTAN 之前我有看過NuNoMo的項目 我們這裡叫NuNoMo的項目 NuNoMo的項目 之前我有看過NuNoMo的項目 那我想要知道它這一個是什麼系列 那我們這裡叫NuNoMo的項目 然後它是屬於Nu系列 也就是NuNoMo的路門系列 不過呢我們這裡的品質也非常的好 然後價格會相當的便宜 雖然呢它是在曼谷的圈外 但是我們這裡選擇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的好 就是交通各方面配套設施是非常的齊全的 對然後我們就主打年輕人群的客人 對 年輕人 年輕人 對 然後我們這裡呢就是平房比較多 因為NuNoMo這裡就是泰國本地人租住的地方 但是我們是這裡 這個處於唯一一個高的新的樓盤 然後我們的公共設施呢就是配備了那種星級的 星級的 星級的那種會數 五星油嗎 對就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那個公共設施是有三層的 喔有三層公共設施三層 對 比較多啦可能可以說在這個處於 就是給你們配的最多的公共設施的開發 我之前有看過其他間啊它大概只有一層吧 對大概普通的公園 是游泳池健身房 對對 載過來的時候 因為我是從Lemont那邊走過來的 然後我有看到那個公車站還有Lotto 那除了這兩個方式之外還有計程車之外 還有什麼樣的交通方式 除了這兩個呢首先我們項目是地鐵房 前面大概150米 我們項目門口就會有那個地鐵中設線 是Zula Kassem 叫Zula Kassem站 然後這個中設線呢可以連接七條線 七條 對就七條 然後可以返回市中心 也可以做到農業大學 然後同樣的如果你有關注泰國的新闻 的話現在我們政府有打造一個中泰高鐵啊 就是那個邦市 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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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高鐵站 對 方便問一下這邊的售價多少 會不會很貴 這邊不會很貴 因為原本我們就是想吸引一些年輕的客人 所以我們售價是從一百七十萬泰銖開始 然後我們房型是有很多啦 你可以多種選擇 就是開箭 然後一房 然後兩房 然後我們年紀呢是從二十二平方到三十四點八平方開始 所以你們可以選擇就是比較適合自己的 但是如果是兩個人 兩個人的話 兩個人的話 是我們這個項目的亮點了 因為我們三十四點多坪這個樣的房間的話 在別的開發商你可能可以買到四一房 一房一廳 我們這裡三十四坪是非常的寬敞 我買它的話 房子裡面會有裝修嗎 我們這邊的房子呢就是那種金裝修 然後現在呢比較好 因為我們會送那些結局包 對然後你稍微買一點結店 你就可以領包入住了 所以呢這個我覺得比較適合 就像你們外國人在泰國就是投資房地產 對 其實我只要拿著行李 對你拿著行李 過來就好了 買一點小電器就可以了 現在帶你試看一下我們的樣板 好 我們的兩把呢就是一般泰國的開發商 因為我們能夠把兩把 就是這個小的面鏡把它造成兩把 因為三十五把而已 一半就是一把 嗯 而且你走進來看它是很寬敞 對 然後我們身材還蠻好 注意可以說很好 格局很好 欸還蠻不錯的欸 欸還蠻昆敞的 不錯 對 那我想問一下這間 戰四坪的話它的房價是 這一點的話就是不到三百萬太多啊 所以對於兩房來說是非常不穩 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對 對 我知道 Hakurin帶我來看這間房屋還蠻滿意的 因為它這邊有一間臥室吧 然後這邊還有另外一間 喔 就是一間比較小 可以像單人房的臥室這樣 而且它的廚房啊 泰國人最流行的就是在這裡放一台洗衣機 麻痴衰小的樣子房 我真的覺得是這樣 它沒有浪費很多空間 因為我們今天看的是樣子庭房 所以它這裡會有顯示它這邊的隔間 它這裡好像有三次間吧 那我們今天看的主要是看三次庭房那間的樣子房 然後它裡面有兩間臥室一個廚房一個客廳還有一個餐桌 有浴室在這邊 我覺得它的刺品 但是它可以把它割造成這個空間 我覺得蠻蠻不錯的 因為樣板房它會把它焦黃得很漂亮 所以它這邊會有寫說 有些東西是有include的 有些是沒有include 好的 那這就是我今天看房的體驗啦 然後衝冷後走到這邊 其實也沒有到很長時間 大概十分鐘到十五分鐘走 走路就會倒了 而且路上還蠻多當地的看感 我覺得好 那這是我們今天看房的體驗 我覺得這是一個還蠻新的體驗 這附近的交通我覺得還蠻便利的 而且它附近有很多商場還有市集 如果有興趣買房的人可以參考一下 那因為這個影片呢是很多影片 所以關於NOBO房產資訊呢 我會把它的資訊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大家不要忘記點開來看喔 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影片見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